希望要有一個廣廣的新聞頻道可以在裡面 讓各位看到我們當然不讓 一搭一唱上演雙簧戲 NCC主委陳耀祥公開對系統業者下指導期 華氏總經理莊豐佳急著附和 目標就是中天新聞控出的52頻道 他可能會想到說 如果他入住了52頻道 他的收視率會比較好 然後也可能在英語方面 會比較改善他們現在的現狀狀況 學者點出中天新聞監督政府 長期累積的社會信賴 向來是52頻道的招牌 中天在52台經營多年 光是一年的廣告收入就超過15億元 像是華氏新聞資訊台等在新聞區塊以外 80幾台或100多台的頻道 一年僅1000多萬 兩者差距極大 再看看最關鍵的收視率 華氏12月3號收視率全天平均只有0.02 換算成收視人口僅約4500人 中天深耕52台培養數百萬觀眾 收視率就是證明 而台灣觀眾的有限電視收視習慣 是30年的養成 黃金區塊和非黃金區塊 對觀眾收視行為影響勝劇 也就是說如果NCC出手 讓中天原本在的52頻道 調整給其他頻道 那麼就算假處分結果中天獲得了 臨時執照 但卻失去52台的位置 仍將造成中天新聞 立即且無法彌補的巨額營收損失 475名員工也面臨失業 總價值難以估算的觀眾收視權益 取代的行政權利來加以侵害剝奪 律師主張中天新聞等於52台的現狀 應該被保障 在行政訴訟有結果之前 呼籲NCC不該讓頻道轉手他人 中天跟52頻道不得分割 記者彭宜的李怡婷才被報導